会长好 好 孙昌慧好 孙昌明 你好 孙昌明 孙昌昌昌 这个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现在燕衣宫的简存规模 他前身叫 陈炎光顾姬燕衣宫 开张圣王的顾姬 他建宁公園686年 686年 出土了很多文物 同修开张祖庙 依孙奸临民事碑记 家庭23年 说明这个地方最远 在1818年之前 就已经被称为开张祖庙 那正中间这个 陈炎光顾姬 这个词奥田 是我们国防部长提的词 众介绍一下 这三张表 张表是请见周宪表 当时我们开张圣王 请见张周 建制张周 吃用宾不能平定 为什么 第一个 没有周宪在管理 所以要申请创建张周 vid 那个旗要得在新详细 就是教育 这边文化学教育根本上 他要把中原文化传播进来 所以开张圣王 是中原文化 和这个当地文化的一个柔魂 先期者 他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圣子 就是请建表 这个就是同意了 批复了 看这个毕丽出新 那四个是他 这一个 这第三章是感谢信了 申请书批复感谢信 那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康康圣王 他的作与邻居是这个 慈亲近与邻民 从修前置 守无私与奉活 在立出遗中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要的就是 这个江土不要分裂 促进民途团结 收入于我们营销县的这个符记 这是一个 那这当时江义途 渤溪 朝安 兴州 这个 那到了朝州界 这也是我们开张城 这区跟江京都是我们开张城 那是我们从这个出土人就挖出来了 第四龙中在数时性皆来分裂 就是通过单谱以后的这个地理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理字 叫龙马金神 功名孽义 是百天事 永恆裙修既见的译事 然后呢 这个当时燕玉两个字是五则天市民的 那这个燕玉宫呢 是建立公元六八六年 是唐高宗李治 根据规制事件的 开张圣龙的行宫 唯一的一个王府 父亲就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我们燕玉宫在清朝的时候 有政绩可查了 就有三次重修 这是其中一次 康熙九年的建设就流传下了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中国的本神 这个开张圣王 是张吉宇宾的这个贡主 那是敏台两帝无一的先祖神 这个都是有历史传承的情况 那这个圣子是发现于 最早发现于马来西亚冰城 1916年 唐开张王屋宗府十个本里面 找到了 后面在台湾也找到了 在我们大陆多个 姓氏的宗室都找到了这个建设 这个就送绍兴的时间 开张圣王 并是封皇的时候 应封了开张八十七姓 一致陈陈 那这个 他们后代 林孔柱是开张圣王的姐夫 他们后代里面有一个很有名 台湾板桥林家 就是他们后代 林平侯的后代 在台湾 他叫台湾板桥林家 有多个的宗旨 是一个银门忘记 开张圣王在上 开张略带先贤 忠烈在上 今天 有中国国民党 中央常务委员 孙建平先生 帅团力开张主庙 董瓷恩公 向开张圣王 敬香 祈福 祈请开张事务 保护大家平安健康 身体健康 财源广进 上江 一上江 一上江 爱过一扣手 再扣手 三扣手 心 单本 开张圣王 是 陈正开张圣王 我为你妈 三扣手 肥子灵anges枪 变三扣手 两扣手 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